小姐在我年轻的时候 对小姐的概念 都是资产阶级的小姐 都是这个概念 那么小姐这个称谓 其实很早啊 宋代就有 宋代她称这些岳户妓女什么 她都有叫小姐的 那么小姐这个称谓呢 这个是 是一个 本身她并不是我们今天这种 就是这个理解 我们今天说小姐啊 我第一次对小姐产生这个 非常这个误解呢 是到香港去 那时候八十年代去香港人给介绍 说这什么什么小姐 我一下就愣了 那是一老太太 香港是把所有的女性统称为小姐 甭管岁数大小 当时我看一老太太叫小姐呢 说句实在话我叫不出口 那老太太挺的岁数 当时她六七十岁 我那时候她三十郎当岁 管岁老太太叫小姐 我叫不出口来 那么这个小姐呢 这个在我们这些年的称谓当中 后来就就往下走了 对吧 往下走了 你过去说人家里都是千金小姐 千金小姐 现在不是 她往下走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东莞 那个扫黄啊 扫黄那些 好多都叫小姐啊 叫小姐 所以慢慢慢慢 小姐就在我们生活中呢 就由上去下就流入啊 由千金小姐沦落到 这个这个这个 很低的地位 慢慢慢慢 小姐这个词现在不怎么 就不怎么爱称谓啊 就越来越这个 这个就弱化了 跟小姐对应的啊 对仗严谨 比如上帘叫小姐 下帘叫什么呢 叫大爷 大爷和大爷 在北京话里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北京话说大爷 是有语气问题的 大爷 生人 难招惹的人 叫大爷 说今天是哪位大爷请客啊 就是这个 这个 百宴席啊 如果说 说你大爷的 就开始骂人了 就是 一翻脸说你大爷的 就是骂人了 那么 这个 朋友之间 有时候熟了啊 比如晚辈 对长辈开玩笑 就是说 大爷来了啊 大爷啊 这大爷有点 就很亲密的感觉 有时候 很多人跟我开玩笑 就说马爷来了 马爷来了 就是第一 我岁数大了 我确实岁数大了 第二呢 这个爷呢 表示了一种 很亲密的一种感觉 尤其在北方话里啊 叫你爷 还是比较亲切的 有时候看那小女孩 就说马爷来了 我有时候觉得 那还是很亲切的 那么这种称谓 我们刚才讲了半天 还都限于啊 这种生人之间的称谓 关键也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亲人之间的称谓 你说这亲人之间的称谓 按理说多简单一事吧 不是难啊 不是难 你容易称呼的 就是你爹妈 你的祖父啊 你的爷爷奶奶 你的外祖父 你的姥姥姥爷啊 这个南方人叫外公外婆 外面的吗 外啊 这个称谓是以男子为中心 发散出去的 血亲啊 为内 什么叫血亲呢 就是有血缘关系啊 当然外亲啊 也有血缘关系 以姻亲呢 为外 就是说 简单的说 就是父系 父亲这一支 为内 母亲这一支 为外 外气嘛 那我们说唐 过去说 对方的妈啊 叫令唐 对方的爹叫令尊 令尊大人 就是指对方的父亲 这都是一种尊称 唐是指听唐 在一个听唐内 这个由一个父亲所生的 这个男子 延伸出去的这个后代呢 都是叫唐兄 都是在这一个大唐里 生发出去的 表呢 就是外 是血亲以外的 所以我们一说 唐兄 不用外 比如我的唐兄唐弟 只要唐在前呢 一定跟我一个姓 除非他姓了他妈的姓 是吧 如果他一直都沿袭 这种传统的姓氏呢 他都是同样一个姓 是唐 表呢 一定是外姓 那表就是随着母亲走了 那姓什么都可能 在这个 表亲当中 这个 他又分了内表 和外表 这个 孤表和旧表 您这多啰嗦 现在我们很长时间 提倡介绍生育的以后呢 都是独生子女 就 这层关系没了 我小时候这层关系 不复杂 我妈带着我去 她的姥姥家 一进去磕头 然后给我介绍 这是谁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亲切 我妈妈那一只 是我的 我姥姥是老大 我有二姨姥姥 三姥姥 四姨姥姥 五舅姥爷 六舅姥爷 你想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 跟我之间都是表亲关系 这种表亲呢 每次他们都在那算 应该叫什么 当时脑子都乱了 都乱了 因为我姥姥呢 是长女 所以我的辈分呢 相对来说呢 就低 你看你的 就是我的这个 比如我的这个 五舅老爷 六舅老爷 他们的孩子的那个年龄 他中间年龄差大呀 过去的这个妇女 他也没有计划生育 也没有避孕 所以呢 往往有这种 大女儿 这个都生了 这个 这亲妈还在生呢 所以他之间的关系 就显得非常的复杂 那么我们刚才说表亲 他分内外啊 表亲也分内外 就是孤表和旧表 都是属于 这个内表亲 仪表呢 就比较远了 就比较 这叫外表 所以过去说 孤旧亲 背背亲 砸死了骨头 还连着筋 就这意思 因为它比较近 表亲呢 是指表兄妹 表姐弟之间形成的 配偶的这种婚姻关系 分仪表亲和孤表亲 孤表亲还有孤旧亲 你说这啰嗦不啰嗦 你说这中国人 这层关系多复杂呀 这外国人特简单 这男的 我爹那一辈人 全叫安口 一叔叔全带囊括了 我们不行 得分得清清楚楚 你爹的哥哥 不能叫叔叔 叫大白 伯父 大爷都可以 大大都可以 但是你爹的弟弟 那就叫叔叔 最小的叔叔 叫小叔 或者叫老叔 老叔是最后一个 比如老姑 也是最后一个 对吧 那么 这个 中国的民俗啊 它由于有这种称谓 它从这个称谓当中呢 它实际上有一种 忧生忧郁的一种思考 所以呢 中国的民间习俗里 特别忌讳孤旧亲 因为它血缘之间有关系 它很容易生出来的 这个孩子啊 有近亲问题 它对仪表亲呢 相对来说就好一点 其实仪表亲 现在好像也有问题啊 现在我们提倡忧生忧郁 一定要把亲族 这个关系拉得远远的 所以你的孩子 才会健康 那过去有这么 一种俗语 说什么呢 说这个孤子舅子 嫡嫡亲啊 嫡子嫡子 好作亲 这话我其实都没怎么听说 我这都特俗的话了 那么 所谓嫡嫡亲呢 是一种很好的形容词 它是指血统最近的 嫡亲嘛 嫡系不对 都是你最近的 那孤子舅子呢 是指姑姑的孩子 和舅舅的孩子 这个他之间结婚呢 他生出来的后代呢 基因的这个重合的比例 就非常高 就换句话说 就是近亲 就肯定是不好 所以古人都通过这些 孤表仪表什么 这些提示你 那我们了解比较多的 就是红楼梦 红楼梦林黛玉和 家宝玉玉呢 就是孤舅亲 他真不该结婚 这个薛宝钗呢 跟贾宝玉呢 就是外表亲 相对来说 他结婚呢 这也是一个原因 我们今天呢 国家的婚姻法 有明文规定 禁止直系血亲 和三代以内的 旁系血亲结婚 为什么呢 这就是遗传性的疾病 就我们说的 近亲结婚 你的血缘越近 你的这种遗传疾病的 显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三代以内的 旁氏血亲呢 是指 是在血缘上和自己 同出于三代之内的 这种亲属啊 这个说起来很啰嗦 你也就听一耳朵就完了 没必要去计较自己 就是说你尽可能 避开你的血亲关系 比如啊 这血亲特有意思啊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 讲的这种老乡啊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所以过去这种老乡关系呢 他有时候都有带血亲关系 比如一个村里的啊 一个姓氏的 你得盘道 不盘道你都不知道 你之间有多近的关系 我们有一种说法 管老乡叫老表 老表 尤其江西 江西老表 江西老表是跟谁有关呢 跟我们朱燕章有关系 朱燕章是明太祖 朱燕章当年被陈友谅呢 这个 这个给逼的啊 混战啊 他跟陈友谅打了很久很久 陈友谅这个一直是这个 汉军 如果陈友谅要赢了中国 那明朝又叫汉朝了 后后后汉了啊 那么混战了十几年 朱燕章曾经被陈友谅围困在 鄱阳湖中呢 后来被湖金的这个 这个小岛的那个 有一个小岛就是 还有村 那村还有名叫康山村 给救出来了 就是脱险了以后 朱燕章呢 就是 就后来兵强马撞 又带兵前将 又跟陈友谅决以死战 临行前呢 朱燕章就跟这个 这个康山的百姓就说 如果我以后得了天下 你们有事就只管来找我 就说是江西的老表 什么老表的 就是江西的老表兄弟 因为你确实不跟我一信 你不能说我是唐兄弟 就是老表亲 就是你以后 跟我要拿下天下 你来有事求我 就说是江西的老表亲就行 那么我到时候一定报答你们 后来朱燕章果然就做了 这个开国皇帝 过了几年以后江西呢 就是大旱 旱灾 老百姓无以为生 那么这村的百姓呢 就想一下 说现在当今皇上啊 就是我们当年救的这个 朱燕章啊 说我能不能派个人去找找 他说过呀 就是等我要是当了这个天下 拿下天下的时候 你们有事来求我呀 所以他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你想想 你话说话归话啊 做归做 您得一人去找这个皇上 哪那么容易啊 但是又想 这个家乡人的重托 这年轻人啊 这年轻人就姓江啊 跟江西的江是一个江字 就说就冒死 就到金鸾殿啊 鸡骨鸡骨壮中 然后皇上就说 这谁呀 然后呢 他就大喊说 是我们是江西老表来了 大求见 这朱燕章一 这事一下想起来 说我当年确实说过话啊 有事就说是江西老表 一下朱燕章就高了性了 一开始很生气呢 转怒为喜 把他给接近来 接近宫里来 然后给了个官职 又派人送去大量的钱粮啊 所以从那以后啊 江西人啊 江西老乡 全叫江西老表 就这么来的 就是江西的老表亲 全称是老表亲 这个江西老表的这个来历 据说就这么来的啊 那么我们今天啊 关于中国古代称谓呢 是一个很复杂的事 我们不能很深的去讲了 我看过一本书 这么老后呢 那个称谓太复杂 我都不知道 那么过去啊 称自个儿的父亲 我们今天都说 我爹我妈啊 这就已经算是尊称了啊 过去都得说家父 家母 说对方的父母 令尊令堂 这都是非常规矩的一种说法 今天好像没那么讲究了 如果我们 咬文嚼字的说 令尊令堂 因为大环境改变了 你比如我跟别人说 我家父不在了啊 我家母健在 别人都觉得 我这个有点咬文嚼字啊 所以今天 社会的大环境的改变 导致我们天天说 美女帅哥啊 连我有时候也得说 为什么 随大六啊 要么这称谓 你不随大六 你按照一个 你认为很牛的一种方法 说没人理你 那我们呢 今天讲的呢 是我们的生活中的称谓啊 无非就是 生人熟人和亲人之间 我们亲人之间啊 过去还有五福啊 就说得很复杂 如果真的要讲 中国的五福 都要画表格的 你才能看懂 那么 我们今天的家庭结构 跟古代有很多不同 古代的家庭结构呢 往往是一个大家族啊 你比如说 我就说我们家族吧 我的这个 曾祖父 我的曾祖父 我的曾祖父 叫 马善贵 马善贵 我现在能查到我的 最上面 也就是我的曾祖父了 马善贵是一个孤儿 六岁丧父 十二岁丧母 由于他的聪慧 然后呢 十六岁 又敢冒险下海 然后就开始发迹 就家庭呢 就开始 这一根苗啊 就这一根苗 就逐渐的茁壮起来 就生了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有几个呢 有五个 是这个这么生的 我的祖父 是仁义礼智信 我的爷爷 我的祖父叫马赵仁 仁义 那就马赵义 仁义礼 马赵礼 马赵智 马赵信呢 没生出来 生一姑奶奶 所以过去 红灯记说 你们家老姑奶奶多 你表叔就多 我有一个表叔 就是我这个老姑奶奶生的 那就是我 我爹的亲姑姑 然后到我爹这一代人呢 就是我的爷爷啊 我爷爷呢 是长子 长子 我爹呢 是长子长孙 我爹的这一代人呢 又生五个 我爹是老大 其实生七个 前后两个是女的 我爹是长子 然后我二叔 三叔 四叔 小叔 五个 中间这三叔 后来 这个被日本鬼子水雷 给炸死了 那么到我这儿呢 我爹 因为参加革命 生孩子生的 就是在那个年月里 算生的少的 就仨人 就是我 我弟弟 我妹妹 再往下 我就一个孩子 那我们计划生育 就一个 那好 你看啊 我跟儿子说 这个 是连续几代的 从我 从我这一代 我爹就是长子长孙 我也是长子长孙 我儿子也是长子长孙 这在 过去古代啊 就是长子长孙 是非常重的 在家族里是非常重的 那我想啊 就这个 我们过去的家庭的构成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想这是我父亲这一支 我母亲那一支更大 所以到底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亲人呢 也不知道 我原来老说 就是谁说是我们家亲人 我都信 为什么 我们那个家族太大 这个家族 如果说 在五福之内 还能统计 五福之外 你连统计都没法统计了 所以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 不论你碰到的 是不是你的亲人 我不讲过吗 我们无非是生人 熟人和亲人 今天在这个 社会中 只要你承认 中国的这个文化圈 所有跟你打招呼的人 跟你表示亲近的人 实际上都是亲人 你会不会也抒动 我们怎么说 видите 我已经把这个文化 你回来 blaza 你 我 这一段 是 都没有 都是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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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妇猫揭秘官妇秀 豆彩又称豆彩 取其右下青花和右上珠彩 相互之间争齐豆艳的意思 所以叫豆彩 那成化时期的豆彩最受推崇 其中尤其是这个鸡缸杯广为后人所熟知 乾隆时期的《文房四考》里就有写到 成瑶以五彩为上 酒杯以鸡缸为醉 上化牡丹 下化子母鸡 跃跃欲动 那成化时期的豆彩鸡缸杯呢 是色彩绚丽 稀少名贵 所以后世就不断地仿制 明旦的嘉靖 龙庆 万历 清代的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等等 都曾仿制 尤其是这个乾隆皇帝 他对鸡缸杯是非常的喜爱推崇 那官复博物馆呢 也有幸增长了一支 清乾隆的粉彩鸡缸杯 那我们呢就以那一支为蓝本 利用现代高超的这个制词和复制的技术 经历了多次入窑而做成了这一款 仿清乾隆的粉彩鸡缸杯 马先生啊更是亲自撰写了一首诗 文武勇人性 一鸣天下白 明清不足论 官复鸡缸杯 就刻在这个杯子上 想必呢 能在鸡缸杯整个时间长河里 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也是官复之姓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